田徑選手在操場上做起暖身運動 展開每日特訓 恢復加強肌耐力跟體力 至少要4個小時以上的體能訓練 這群學生努力不懈 終於有代價 最近參加2015世界中學田徑錦標賽的選拔 順利通關 就是拿到世界中錦標的那個 就是出場選的 然後代表可以代表大大高中 然後出賽這樣 希望可以為大高中再拿下一面金牌 這個比賽是非常具有困難度的 因為事先就要經過全國中等學校錦標賽 必須要前8名的隊伍才能夠參與這次的選拔 然後所以說是非常競爭的 所以說我們這次一共要比10個競賽 然後我們到最後一個項目才拖映而出 成為男子的學校隊 大甲高中除了這6名校隊田徑選手 將代表國家出征之外 就讀高三的王宇成 日前也參加2015世界中學生 田徑錦標賽選拔賽 同樣是奪得了好成績 取得國手資格 在今年6月份 將跟著6名校隊選手 一同前往大陸武漢地區參賽 一開始就很喜歡 從國中開始練 看到他們在練就很想一起跑 那家裡有反對 一開始反對 但是後來有成績 然後看我那麼努力 家長就覺得同意就很好 我們是大甲高中的田徑都是前面發展 不只是在中短距離 或是中場距離 或是跑步 跳步 直步 我們都是前面發展 他們必須前面的發展 他們能夠代表台灣去參加比賽 是相當的難得 每一年的世界田徑錦標賽選拔賽 有上百間的學校同場較勁 從中領選出國家代表選手跟校隊出征 而這群學生靠著扎實認真的訓練 取得了參賽權 他們將要展開集訓加強實力 盼能光轉回國 記者王勝炫 台中此放不到